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過去統治我們台灣人 現在已經都變成台灣人了 對 那你怎麼開戴他們 過去到現在有那麼多人反對你 你有什麼感想和想法 我剛才說的 新時代的台灣人 另外有一本書 將來會送給你們學校 你們有時間看 在台灣所有的人 都新時代的台灣人 一次的看法 不要分別什麼民族主義 中國人 外國人 菲律賓的那個 不要這樣想 在台灣做的話 就等於新時代台灣人 以前馬先生有說過 我是新台灣人 這個話是不對 救台灣人怎麼辦 沒有 在台灣的人 都是一個新的 新時代的台灣人 為了台灣的這個 新的一個社會的要求 我們大家都是在民族之下 都是新時代的一個台灣人 那這座禮剛才說 有很多人修理李登輝啊 我說是應該啊 他要修理我啊 給他修理就好啦 為什麼呢 他失去了他的權利 他的這個既得利益 他的法統的關係 他以為他了不起 那是好啦 你了不起 了不起好了 我希望啊 慢慢的改變 你時間久了以後 你要不改變也不行啊 對不對 這個問題本身啊 我不在意啊 我被人家修理這麼厲害的人 哪裏這個小問題 不考慮這個問題 那第二個問題啊 你就是 你有這種想法 在台灣 你還在國民黨裡面做事情 我在國民黨裡面做事情 我49歲開始 我在美國 在Cornel 拿到Cornel 那個博士以後回來 我是本來只在學校教書 和那個農夫會做工作 我一直都是提老百姓 對我們的農民啊 非常關心 但是啊 不太清楚我剛才 偶然的機會 做了總統 我也不太清楚 為什麼會做總統 被人家叫起來 就蔣經國先生 把我的 這個 提拔出來 要我做那個 政府委員開始 政府委員開始 我那個時候 要做政府委員 以前啊 我不是國民黨的黨員啊 我不是 所以 國民黨的那個黨籍啊 那個 太 太短了 所以 人家呢 要做副總統的時候 人家的批評啊 很厲害 我想不要管他嗎 縱使 有機會啊 這樣子 要我去做 這個 我叫做很 偶然的機會 我如果是 沒有做總統 我在那個 做學校 我也要拼命啊 把這些思想 這些想法 我要 大家啦 我要 要說話 要引起更多的 學者 大家來 走一個 同樣的路線 應該要努力一點 但是 有這個機會 所以 我的目標很清楚 我做事情的時候 有兩個原則 因為我基督教徒嘛 我很多 我是教徒的時候 我心理上怎麼樣 我應該要謙卑 我應該冷靜 處理問題 你應該要謙卑 你應該有冷靜 目標清楚 你政府問題 處理問題 才會 有機會 大聲一聲 叫叫叫叫叫 沒有什麼用 沒有辦法 得到什麼東西 這個問題 你們已經經過了 這麼久 台灣的變化過程 你們很清楚才對 應該怎麼樣去做 做得對 台灣才有機會 走出來 你不只 大鄉 講 有沒有結果 出來 沒有 這個問題 你剛才說 在中民黨裡面做事情 我就是 我中民黨做事情 是盡量 藉這個制度下來 幫助農民 幫助人民 是不是會改革 這是我個人的看法 那麼有這個機會 有這個機會 要我做總統 那我一定要把 做下去啊 自己的目標 什麼東西 應該發揮啊 發揮你啊 不能啊 大聲講話 一步一步來 對不對 你看看 很清楚 1988年1月13號 我做到總統 哪一天晚上 你要了解 我是怎麼樣想過 我又沒有做過總統 不曉得怎麼樣做 我也沒有權力 我也沒有派系 也沒有 什麼都沒有 你該怎麼做啊 這個問題就來了 但是你要了解 一個一個小問題 奇怪 一個一個小問題連起來的話 變成一個最後的目標 台灣的民主化 成功嘛 對不對 有這種過程 你要怎麼樣去做的 要領導者應該有平衡的 平衡一切的那個心理裡面 很重要 我今天沒有機會和你們談 應該要做一個領導的人 應該磨練自己本身 要怎麼樣磨練 不但要把自己自我拿掉以後 還有最重要的問題 會平衡 平衡 現在將來怎麼樣 小問題和大問題怎麼樣連起來 這些問題都要考慮在裡面 一步一步來 最重要的問題 你要謙卑 小心 要領靜 處理這些問題來 這些問題比較 講起來畫得很多 不過不這樣做的話 台灣沒有辦法 台灣現在有很多的變 但是制度還沒有辦法變 把我改下來的這個整合的制度 重視 人民有權利 這個是 國民大會 沒有 這個理法委員 人民的代表 人民要選 總統人民要選 做四年 沒有其他 這個問題做下去的話 台灣 有機會來的時候 有好好的 被選出來做總統的人的話 台灣還會變好 制度已經改變了 對不對 就這樣 謝謝